第一百二十一章 青凌亡的可怕剧毒 天佑峰后山的洞穴石室中 看着齐族好四人瞬间消失的身影 沈曼淳这边就微微月头 随即他就和毒青罗三人一同转身离开 现在前沉中来还有太多事情等着他们 只能够七天之后再回到这里等候齐族好四人 而天佑被动中沉迹和巡峰早在京不见其中 齐族好南玉蝶打量着眼前的这条青凌亡 眼神之中满满都是黄恐之色 这条青凌亡通体青色 皱身的鱗片好像梅花一样 至上还有灰壳式的怪异花纹 看上去又美丽又惊悚 而他的身体续有一丈那么长 腹部续续接近齐族号大腿那么粗 青凌亡抗住三角形的头 双眼几乎可以和齐族号二人平视 一条射信就来回吐出 淡淡的清晰液体滴落在地上 直接就将腐败的枯燃都腐蝕得 冒出了武器和戏袍 齐族号和南玉蝶是严震以待 望着这个毒瘾网 不难想象那些毒液一旦接触他们身体 他们很有可能会在几个呼吸之间 就腐烂成为一滩烂泥 此刻的他们最想想到的办法 就是往哪里逃走 但是齐族号南玉蝶就深深明白 他们现在不可以这么做 因为清凌亡的速度很快 如果提前发现他 或者还能走 现在被他盯上 是不可能逃走的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齐族号现在有些陆神无主 和人就打过很多交 但是和凡秀他都没有战斗过 而且他最害怕的 就是面对这种剧独类的凡秀 这个时刻他内心之中 已经将玉蝶当成了主心骨 南玉蝶见多识讲 知道的事情也多 说不定还有办法对付他 只不过今次南玉蝶的反应 就要令齐族号失望 只听得他叹息一声 苦笑就说 真是无论到 我们一来到这里 就会遇到一条青凌亡 这个运气 真是不是一般的差 对于青凌亡 南玉蝶十分了解 因为他家族之中 也都有一条 青凌亡的剧独 是连地兵都可以腐蝕的 除非拥有元力 否则根本没办法阻挡他的毒性 而南玉蝶和齐族号 只不过是纳灵境界的武者 由哪里来的元力 在这个时刻遇到青凌亡 运气会差到什么程度 他现在也没办法对付眼前的敌人 看来都只有硬薄 小心啊玉蝶 齐族号这边 刚想追问 却见到青凌亡 突然间就抹大口 尖銳的毒牙 朝着他们 就噴出一道毒液 齐族号下意识就开口提醒 并且一把拉着南玉蝶的手 就向一旁飞推 齐族号和南玉蝶 这次真是震撼 他们之前站立的地面 瞬间就被毒液 腐蝕得一片狼藉 毒液之强 真是令人磨骨悚烈 还好的是 青凌亡似乎是没有把齐族号 南玉蝶放在眼内 只不过是当他们 是即将入伏的联名 所以青凌亡 只不过是打量着他们两人 并没有再次吐出毒液 也没有其他动作 齐族号两个人展现出来的触道 青凌亡很快判断出来了 这两个人的境界 跟他差不多 只不过是纳灵境界的武者 哼 这条毒蛇的毒性很强 玉蝶 既然你都没办法 那我们就拼死一拨 你施展步伐 分散他的注意力 我来找机会 给他致命一击 齐族号说话间 已经将他在灵堂兑换出来的 烦气盾牌就取出来了 遇到毒凌亡 如果不可以将他斩杀 死的就是自己 现在的情况 唯有尽力一战 是避无可避的 事到如今 我们都只能够这样做了 竹鹤 你要小心点 你的烦气盾牌 是挡不住他的毒液的 南玉蝶的语气 十分之凝重 就算地兵 都挡不住这个毒液 何况是烦气 听到南玉蝶的回答 齐族号的心情 就更加沉重 和苦液了 使了这么多贡献即分 换回来个烦气盾牌 竟然 连这个畜生的毒液都挡不住 哎 真是可弱啊 我知道 你也小心点 齐族号回答一句 他已经做好了 盾牌即时报废的打算了 南玉蝶也没多说 是直接施展出幻影迷途 而且取出长剑 一招剑亡 就攻向青灵亡 他既然要吸引蛇的注意力 攻击又怎样得呢 这灵力霸作的剑亡 就像实质长剑一样 速度就快到不可思议 只不过呢 青灵亡面对剑亡的攻击 好似何不在意呢 看他呢 稍微就扭动身躯 剑亡就从他旁边 就掠过去 速度好快哦 这个情况 继续号都感到十分之震压 找含心力的剑法 我们修炼得这么辛苦 减就避开啊 南玉蝶出手 似乎已经是激怒了青灵亡 这个时刻呢 他巨厚一张 朝着南玉蝶 又是一度独自 就噴射而来 反正了 南玉蝶都不敢怠慢 幻影迷途 是拼了老命 施展到极致 好牙烟 才把独箭避开 继统号 他的速度很快 看来 我不可以留守了 南玉蝶呢 就大喊一声 顿时 他手中的场剑 平举而起 一度巨大的灰色剑网 是凭空诞生 剑网呢 就散发着恐怖的气势 不远处的青灵亡呢 眼神之中 终于就带回射去恐惧了 而这个呢 只不过是个开始 只见得南玉蝶身前的剑网 突然间就化作十几度 身形更小的剑网 诸多剑网就一同刺向青灵亡 这一招 就是南玉蝶的环影剑法 其恐怖威力 和无极剑法 依然相当 即使在争夺战上 南玉蝶呢 都只是施展最基础的环影剑法 是没有施展过 环影剑法的这招杀招的 由此可知 这条青灵亡呢 已经是几难对付了 其实啊 单论实力 十条青灵亡 都不会是继续号 和南玉蝶的对手 但是因为剑毒武器 继续号和南玉蝶 就不得不慎重对待 而到了这个时刻 南玉蝶也唯有施展杀招 来斩杀对手 十几度剑网 很快就来到青灵亡的身前 空气为之一颤 牢牢将它锁住 现在青灵亡的身躯 闪电一样扭动 而它的身体 竟然都分出了度度幻影 在十几度剑网之中 就闪射不停 接连就避开十几度剑网 青灵亡 最终都被一度小剑网击中 它的闪躲速度是快 身体都极为凝固 它受伤了 只不过 玉蝶的这招幻影剑法 凝聚的剑网太多了 击中它的可能性 自不然就会放大 青灵亡的腹部 被南玉蝶一剑击中 啪的一声 一抹鲜血就飞灑而出 剑网直接是贯穿了它的身体 而它现在速度就由此大降 随后又有两度小剑网击中 整副身躯已经被剑网贯穿了 轮到我来 与此同时 一边感慨着南玉蝶的幻影剑法 好厉害啊 齐作号这边也快速行动 模型步伐是施展到极致 一招稳含着方境的赤炎掌 是狠狠拍在青灵亡的身躯之上 青灵亡连南玉蝶的幻影剑法 都不能够过 它是全神贯珠 应对南玉蝶的剑网攻击 又真的没有留意到齐作号 所以齐作号这次偷袭 毫无疑问是成了大功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 即使青灵亡 没有被南玉蝶施展的剑法 最大的剑网击中 那几道小剑网都绝对能够令他重伤 加上自己这掌 青灵亡必死无疑 这个时刻 削烈的痛感 令到青灵亡是连连思考 被積热的赤炎掌击中 他的皮肉是直接被焚化 体内撞斧的碎裂 令他意识开始磨变了 更加恐怖的是 他已经感受到 一股可怕力量 是直冲他身体而入 而那道力量在疯狂吞噬 他为数不多的生机 这个时候 这条巨蛇的眼神 是彻底变得恐惧了 愤怒 后悔 以及绝望的情绪 交直在他脑海深处 意识消散之前 他将着个呐口 好像狠犬一样的毒箭 是瞬间就朝着齐组号 飞射而来 这个已经是他临死前的致命一戒了 这道毒箭 几乎是吻含着他剩下的所有毒箭 不难想象他现在对齐组号的恨 是多么深刻 南玉蝶现在虽然是重创了青龄网 但是青龄网并没有生命之忧 一旦逃离 他恢复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但是齐组号的偷襲 就是他真正绝望的原因 亦都是斩杀他的最大力量 所以他对齐组号的恨 是比南玉蝶强烈得太多太多 临死之前 看来他都想拉齐组号一起死 不是吧 青龄网的可怕独议 齐组号是十分迷惑 想都没想 疯狂就施展着无影步飞退 与此同时 出了全力 将盾牌拋出去 以抵挡独战的攻击 缓解其速度 只见这块巨大的黑色盾牌 在独战的冲刹之下 很快就变得千瘡百孔 一件上品凡器盾牌 已然破费了 好在 有着他抵挡独战的两个呼吸 齐组号又危险又牙烟 逃离了独战的攻击范围 停了下来之后 一脸后怕的齐组号 看着地面那具 鲜血淋漓的青磷网尸体 齐组号真的心中感慨 青磷网太恐怖了 这次可以杀到青磷网 齐组号很清楚 真是肉碟的功劳 如果不是他先重创了青磷网 他就不会有机会偷襲 他的赤监长 也都没办法成功震碎青磷网的撞斧 而方径也都没办法 去吞噬他残存的生机 齐组号第一次对战凡兽 就付出巨大的代价 现在他已经感受到自己实力的不足 这只不过是凡兽青磷网 如果遇到的是妖兽级别 那岂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于北上禁区之行 齐组号这一刻是更加担心 真是好希望 那里不会再有大剧毒的妖兽存在 若不然 他和肉碟的下场 铁定会很悲惨 肉碟说 凡兽的内单都很值钱 我们马上去掉青磷网的内单 上老了 微微瞥了一眼 那一面几乎被腐蚀得 炸都没剩多少的盾牌 齐组号叹色一声 就走向了青磷网尸体 凡兽的内单和妖兽的内单 是相当于武者武员 当然武者死了之后 武员是会随之碎裂 什么都留不下 但是凡兽就不一样 凡兽的内单是不会消散 用途都很多 是难得的宝贝 挥动弯道 齐组号很快就将青磷网的内单 从他头颅之中取了出来 这一枚是通体绿色的椭圆形的内单 材质看上去就好像一粒玉石 只有夹弹那么大 表面就光滑无比 这个就是青磷网 一生警戒实力的结晶 内单 第122章 七星无叶花 竹鹤 你看 这枚三级凡兽青磷网的内单 价格就终以抵上十株的木药草 所以说危险之中伴随着机遇 这句话果然是没错 南若蝶这边将长剑收好 眼神激动就打量着齐组号手中的内单 遇到青磷网他们差点就生死了 而拨死杀了这条蛇 他们得到的回报都是无与伦比的 齐组号听了就不住点头了 好赞同玉蝶的话 突然之间他想到一个异作 联网就问了 哎呀 玉蝶说 这个青磷网是暗属性的凡兽 为什么他的内单是绿色的呢 凡兽的内单和武者武员是一样的 颜色和本身体质是相对应的 绿色的内单 齐组号就很诧异了 因为有关内单的事情 他知道得很少啊 这些又有什么奇怪呢 南若蝶蝶在一笑 接着又说 那组号 这一个就是剧毒凡兽的特殊之处了 无论是什么属性的凡兽或者是妖兽 只要他带着剧毒 他的内单就有机会是绿色的 讲着话呢 他微微停顿 接着又说 啊 绿号 你又真是提醒了我啊 这门内单的价值 远远比同街的内单还要值钱 而且 这些东西还不卖得 因为 它有着解白毒的功效 所以呢 就称之为被毒内单了 意识到这一枚是被毒内单 南若蝶都有一些字招了 他之前完全想错了 如果是被毒内单的话 嘿 你不要说十株 是一百株 甚至一千株无忧草 可能都换不到 被毒内单 继续号听了就轻而一声 这么说法 这门绿色的内单 又真是见宝贝 南若蝶就连连点头了 嗯 没错 就是被毒内单了 你要知道 不是任何一只 带有剧毒的凡兽 就可以凝联出被毒内单的 可以说 被毒内单的凝联 不单止是需要凡兽 本身带着剧毒 而且 它们还要长期吸收 带有剧毒的 不同种类的灵略修炼 才可以凝联出被毒内单的 哇 继续号就更加惊讶了 岂不是说 这条青灵网 已经吸收了 很多剧毒的灵略修炼 要知道 可以称为灵略的 都是地界以上的药材 来的吧 嗯 如果我没有推断错的话 这附近 应该还有不少地界的剧毒药材 只可惜了 那些药材虽然珍贵 但都相当危险 好了 续学 我们走吧 南若蝶扔下这句话 转身就走了 唉 这些地界药材 想是很想彩的 只不过 命仔更重要一点 有些剧毒药材 你不要说摸了 伤格很远 散发出来的毒气 都能够自无者于死地 被毒内单的出现 就已经证明了 这片荒凉的山林 是十分之危险 要马上离开 要知道被毒内单 能被白毒 能解白毒 但是始终都会有一些 十分之厉害的毒素 被毒内单都避不到 而且继续汤南 欧蝶 只得一枚被毒内单 最多只能够保存一个人 未知的危险最好能够尽力避开 实在被知不及 再去揭力面对 这个就是武者世界的行古名言 毕竟武者世界的空险 非彼尋祥 约旭强识 一个不慎 就会尽命的 而只有活到最后 一切才有机会 漫漫长的修炼岁月 始终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保命 咦 那个是什么来的 又行多半日 齐竹号和南玉蝶 已经穿越了两百多里路 而此时的他们 站在一片方圆之上 而方圆的中心 隐约就有着昏凰的光芒闪现 两个人眼神疑惑 心情就无比激动 现在虽然是傍晚 但是这里是没有直阳的 也就是说 那个昏凰的光芒 很有可能 是某件宝贝散发出来的 而单凡能够散发光芒的宝物 基本上你都可以相信 是地阶以上的宝贝 比如说 无忧草都可以发光 而无忧草发出来的光 是很微弱的 只能够称之为光芒 而所有繁佳药材和矿石 都能够散发出光芒 唯有地阶以上的药材和宝石 才可以散发出光芒 光芒和光芒差距很大 而宝物散发出来的光芒越强 就已经可以预示着 他的品阶就越高 那里昏凰光芒原理明亮 齐竹号和南若蝶都想到了 一定是一个非比尋常的宝贝 就我们过去看看 齐竹号讲完 就率先向着方圆的中心走过去 一路上 他们都采索了一些地阶的矿石和药材 但是真的没有遇到散发着如此源泪光芒的宝贝 南若蝶就随声跟上 很快他们两个人就来到方圆中心 仔细看清楚 这个散发着昏黄光芒的东西 这个时刻 两个人的内心 几乎就激动到 打了震 什么来的 这个是一株暗黄色的小花 高约一尺 形同茅单 花有七朵 每朵七反 无叶 很漂亮 也都很怪异 相隔一像多远 齐竹号南若蝶 就已经感受到 一股十分浓郁的花香 是撲鼻而来 闻着这股香味 那些紧张啊激动的心情 很快就平复下来 齐竹号倒吸一口凉气 他之前已经预料了 这里一定有一件了不得的宝物 没想到的是 那个猜測呢 这么快就应验 这株小花 绝对是一株天才地宝 就叫做七星无叶花 天才地宝呢 可以说是药材和抗石的别称 有一些罕见难得的 武品界却拥有灵性的抗石药材呢 就叫做天才地宝了 一株天才地宝的价值 远远超于神阶的药材和抗石 仔细观看之下就不难发现 这株小花的七朵花 是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来分布的 而因为它呢 连一片叶都没有 所以呢 又被人取名为七星无叶花 可以说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天才地宝 七星无叶花的功效呢 就是形神固本 静心养缘 甚至可以提升武者的修炼速度 不用用药的 它的功效来源呢 就是这股金甜淡雅的花香 好香啊 组号 我们真的走大运了 竟然可以遇到一株七星无叶花 南玉蝶的情绪呢 已经被七星无叶花的香味所影响了 变得呢 极度镇定 但是语气之中 啊 那么镇定 你都听得出 是带着浓郁的震撼之情 可以见得呢 这株七星无叶花的出现 令到南玉蝶 是多么镇粉 组号 你从记不记得孟子烟啊 孟子烟啊 我当初就在这儿想 他在来台上的情绪 为什么可以收放自如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孟子烟就有一株七星无叶花了 蛤 真的啊 有着他在身边 他就可以做到太生崩于前 而面不变色 他当初跟你对战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情绪转变 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南玉蝶这句话呢 齐足号啊 就很赞同了 他早就想到了 孟子烟绝对有一颗了不起的天才地堡 若不然都不至于将整株枯柳花呢 是随意拋在角落啊 而仔细这样一想呢 孟子烟当时的种种表现 和七星无叶花的神效 真的有多相符啊 啊 是啊 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机缘呢 可以得到七星无叶花这种神物 齐足号呢 就感慨一声了 他们之所以可以遇到这株七星无叶花 真是运气史贤啊 但是这里 毕竟是宝物众多的天丘被动啊 孟子烟啊 哪里拿到的呢 七星无叶花 不是随处可见的啊 可以说呢 每一株天才地堡 都是万分难得的宝贝 稀小以上啊 天下间这么多武者 千人万人之中 都不见得有一个人 可以拥有一株天才地堡啊 南玉蝶就摇摇头了 他都觉得很好奇 想不明白 但是呢 话风一转 连连就吹足话了 组合 算了 别想那么多了 你还快点 把这株七星无叶花收收吧 哎 玉蝶 这些好东西呢 都是留给你了 齐足号讲完呢 就望向南玉蝶 天才地堡这种宝物 不是说你随便摘出来就好 要直接练花 进入到武者的武员空间 而天才地堡呢 在武者的武员之中 武者也可以随时随地 吸收他的功效 这个呢 也是当初孟子燕身怀天才地堡 旁人就探测不出来的原因了 换一个角度说 天才地堡 是在武者的武者的武员之中 才不会被旁人 但是只能够被一人拥有 毫无疑问的 齐足号现在是更加需要七星无叶花 毕竟呢 他的境界很低的嘛 好了 那我就不让了 齐足号很无奈感 碰了碰头 当然了 他们两个都不用客气的 在哪个身上都可以 而且呢 他们两个人长期在一起 修炼的时候呢 可以共享这个花香的嘛 啊 哇 阴光落呢 齐足号就快步来到 七星无叶花的边上 随即蹲下 然后呢 滑破手指 将自己的一滴鲜血 就滴了在七星无叶花之上 紧接着呢 吹动灵力 就开始炼化七星无叶花了 天才地堡 跟地兵一样的 是拥有灵性 你想要拥有它呢 它都必须进行 炼化迎主 这个是常识来的 每个武者呢 也都明白这个道理 当然了 品界过高的器物呢 和天才地堡以上的宝物呢 不单只拥有灵性 更加呢 可能自己拥有灵智 有自主意识 那种宝物了哦 就可以自主 迎武者为主 是不需要炼化的 就好像齐足号 现在有的 荒无叮火精官 齐足号的鲜血呢 渐渐就渗透入了七星无叶花的花心之中 被七星无叶花所吸收 而它的灵力呢 瞬间就包裹住了 整株的七星无叶花 开始疯狂炼化了 逐渐过了整黑钟 齐足号才终于收回了灵力 这种炼化方式呢 虽然说是有些耗灵力 但是呢 就消耗不了太多 与此同时了哦 七星无叶花是直接脱离土壤 飞起身 渐渠在齐足号的身前 天才地宝这种宝物呢 其实是不需要土养鱼鲁作为养料的 它们呢 只吸收天地灵气 因此 没有这将它们收入无缘空间 对它们本身来说 没有半点影响 嗯 既然这样 有了这株七星无叶花 我的修炼足道呢 应该可以得到质的飞跃了 齐足号好满意地 看着那七星无叶花 感慨连连 此时的它 跟那七星无叶花 有着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十分奇妙 好像呢 这个七星无叶花 突然之间 已经成为了它身体的一部分 喜悦之余 齐足号意念一动 七星无叶花 化作一道黄色的光芒 在抹入它的体内 齐足号呢 连连用灵色茶探 它很惊奇地发现 七星无叶花 就沿逃在 它的无缘空间中心 而荒无鼎呢 竟然是飞迈过来 围绕着七星无叶花 转了一圈 随即了 就停在七星无叶花的上空 一动不动了 难道这个七星无叶花的花香 对荒无鼎 有用呢 齐足号好不解 荒无鼎 是需要荒无之气恢复自身的 但是七星无叶花 是没有荒无之气的 但是现在 荒无鼎 对七星无叶花 好像好感兴趣那样 什么情况啊 你想追他啊 第一百二十三章 怪异的沙漠 真是想不明白 荒无鼎和七星无叶花 是什么关系呢 齐足号这边呢 也都难得去糾结了 他其实就是想多了 荒无鼎 应该都只不过 是对身边多了一株天才地堡 有些好奇而已 因为七星无叶花 按照道理来说 对荒无鼎 是没什么帮助的 好了 玉蝶 七星无叶花 现在是我们的了 我们已经耽搁了很多时间 都是时候要出发的了 齐足号翻过头 对着南玉蝶就说到了 这里来北边禁区 还有七百多里路 不可以再耽搁了 要知道七日的时间 他们还要从北边 再返回天幽被动的中心草原 因此齐足号南玉蝶 虽然说一路上又采药啊 执执执石啊 但是都不是刻意去采集的 遇到就执执小小而已 等从北边禁区 拿到独经回来 那个时候就可以慢慢去寻找了 也就是说 天幽被动的历练 其实是跟时间赛跑的 因为天幽被动中 有很多的宝物 但是历练者能够得到的 必定就十分之有限 以齐足号南玉蝶 是有自己目的的 所以更加不可以 一美去寻找宝物 他们两个人 相比于巡峰和审直 最终能够得到的宝物 就要少很多的 当然了 这些是正常正方 如果齐足号南玉蝶 运气大爆炸 一次过就遇到一大批药材和抗石 那又另当别论了 知不知道 是咯 你不让人运气大爆炸 嗯 好 那我们走吧 南玉蝶点点头 一边就快步跟上齐足号的脚步 一边接着就说 祝贺 刚才你练花七星无月花的这段时间 我都仔细看了一张地图 穿过这片方圆 就到达了那个沙漠了 但是沙漠之中就很危险 放兽又多 条件又恶劣 如果 我们要开沙漠的话 那就要多走差不多半天的路程了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算好 齐足号听了 啊 这样啊 立刻就陷入了沉思了 地图上 确实是标注着一片的沙漠 而那片沙漠 是标识为黄色区域的 证明这里的危险比四大禁区要弱 但是不会弱太多 说不定还有其他妖兽 没错 齐足号担心的就是遇到妖兽 因为说回又说 沙漠那些恶劣环境 现在来说对他们的威胁不是那么大 一遥路就要遥半天 那七天之内 我们还要返回北边的禁区和中心草原 几乎就不太可能了 算了 如果好 我们就横穿沙漠 拨它一拨 齐足号语气很严肃 一路上 不知道会遇到多少艰难阻砌 这个本身就很担搁时间 如果再遥路半天 这样 即使能够去到北边禁区 估计的结果都要在天忧被动下 修炼一百年才可以出去 那好吧 到时候我们就多加小心 一旦遇到妖兽 我们就立刻走 南若蝶想了想 最终都是点头同意 距离千星棍 败入千尋中的目的 就是寻找独经 而独经的话 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 现在就知道 就是这个北边禁区 时间不等人 倒都要倒这一局 当然 南若蝶为了天忧被动之行 准备得很充分 他的贡献積分 是全部兑换成了 药丸和丹药 目的就是为了 他和齐足号 可以更快 更安全地抵达北边禁区 那片沙漠 虽然说是危险 但是都不算禁区 即使有妖兽存在 应该也绝对很少 齐足号二人继续走了十几里路 天色就彻底暗了下来 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停下休息 只能够继续赶路 天黑还是日白 对于纳灵武者来说 就不重要 纳灵武者的强大之处 就在于此 白天黑夜 对他们来说 是差别不大 当然 黑夜之中的天忧被动 始终要比白天 要危险得多 有很多凡兽 都是夜间沉食 因此 南若蝶齐足号赶路的速度 比白天 就慢了很多 几乎 每走几里路 就会遭遇到 一只或者几只凡兽的偷窄 走路速度又变慢了很多 还好的是 继续浩南玉碟 再都没有遇到那些剧图凡兽 而一般的凡兽 对现在的他们来说 就不是那么危险了 两人联手 就算是遇到三只五只 那些三级凡兽 都可以做到 轻松斩散 祝侯 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 马上就要到沙漠 补充一下体力 保持充足的状态 穿越沙漠 好 我都是这么想 齐族号回应一声 二人就地而坐 开始恢复体力 和无缘中的灵力 正常的赶路 对于纳灵母者而言 是没有什么消耗的 但是齐族号二人 是一直杀过来的 自然就消耗了不少的体力 和灵力都有所损耗 而前面不转 就要进入科忙 拥有良好的状态 充实的灵力 才更加有把握 去穿过沙漠 现在是第一次 涉足这片区域 必须谨慎小心 半个时辰之后 他们两个人的体力 和灵力 都恢复到巅峰 二人快步行下山岗 继续又行回素理院 视线之中 已经是一片 一望无际的广阔沙漠 狂风呼烧 带着滚滚热浪 沙漠很离奇 居然半夜的气温 都可以高达五十几度 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继续高南欲蝶 依然情不自禁 打了个寒箭 先不要说这些气温 有什么诡异的地方 但是呼啸而来的狂风 已经令到两人 心中发寒 那种声音 就好像千关万马 在那冲杀丝毫一样 非常之惊悚 玉蝶 这片沙漠十分之平坦 按照道理讲 应该不会有怪异风声 我总是感觉 有点不多多 你有没有发现 那些风很有规律 东南西北 是循环变化的 在沙漠中继续行了几里路 继续好突然间 就遁住个脚步 愚气不单止震惊 甚至还带迷不安 按照常理来说 风的声音和周围环境 是息息相关的 竟然能够令人感觉到 惊悚的风声 应该要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之中 才可以出现 但是 这片沙漠很平坦的 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怪声呢 而且富少的狂风 一时是从东边吹过来 一时又从西边吹过来 虽然说变幻不定 但是始终 都是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循环 这种情况 也都令到继续好 感觉到了一样 甚至有点不可思议 竹鹅 你说得没错 这片沙漠 真的很不尋常 南若蝶一念凝重之色 突然间 他就面色一变 对了 续好 我们好像迷了路 走入了三五两里之后 我就总是觉得 我们一直在拖着圈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听了南若蝶这番话 齐续好不禁就转身而看 杀时之间 他的面色也沉了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可以辨别方向 但是现在 看着茫茫的沙漠 他已经开始分不清 东南西北了 死了 玉蝶 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想要走出这片沙漠 看起来很麻烦 齐续好意味深长 探食一声 平坦的地形 令到整片沙漠 每处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 而循环呼啸的风声 更加是扰乱了他们心神 令他们不知不觉间 失去了对正国方向的认知 在沙漠之中 走的时间越长 就越容易迷路 而此时之刻 已经是夜了 天空之中连半火星辰都没有 狂风又吹散了来时的脚印 种种情况 是导致两人 彻底迷失在沙漠当中 根本就不敢 继续往前行 续合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来到这样的情形 南若蝶是有些六神无主 说到底 他始终都是个女孩 你等等 但是齐续好这边 就闭上双眼 吸收着七星无叶花的花香 先令自己那个 担忧黄恐的内心 平静下来先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真的要保持冷静 如果现在就怕青晒 那走出荒漠就更加困难了 齐续好心中是明白的 他们现在进入荒漠的原因 就是不想遥路 可以最快速度抵达北边禁区 因此 他和玉蝶是绝对不可以 长时间在沙漠之中乱转 一定要尽快找到正确的方向 本来他最担心的是 沙漠之中的繁寿啊妖兽啊 真是没想到沙漠之中 复杂而且恶劣的环境 已经成为了一道难以跨过的阻碍 早知道就应该遥路了 大不了就走快一点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只有解决了方向问题 继续浩南欲碟才可以走出沙漠 若不然可能他们想退出沙漠也都做不到 因为现在的局势就是 我们从哪里来的 不记得了 抹开双眼 齐续浩现在是深吸日口气 随后对着南欲碟就说 欲碟 你不要急 我仔细想一下 放心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带你出沙漠的 齐续浩的语气就十分之坚定 这个是他对欲碟的承诺 欲碟是他女朋友 他必须保护好他 而这片沙漠不是那么大 他就不信会想不到解决方法 话音刚落 他又再次闭上双眼 仔细回想了一下 进入沙漠之后的所有情况 而南欲碟也都没有走着 也都同样开始苦思冥想 在没想到解决方法之前 他们两个人都不可以乱走 但是越是急 越是容易发生事端 他们两个刚刚静落心里细想 细微的沙沙声却是伴随着狂风而来 两个人下意识就循星望去 哇 十时之间真是吓得瞳孔都骤然放大 就在齐续浩南欲碟掃杖远处 不知什么时候是多出来一只 跟黄沙颜色几乎一模一样的狼 他身高近一丈 锋利可迎的獠牙之上 有莲囚的液体是顺流而下 四肢的利爪就像刀锋一样 散发着深深的利气 而过伤血红色的眼睛 是血而且狂暴 现在的他是死死盯着齐续浩衣人 身体微微向后倾斜 好像随时就想发动攻击了 组浩 是黄沙颜是一头一级妖兽来的 你请我们麻烦了 南欲碟声音就压得很低 语气是非常之无奈以及凝重 他们现在不单止迷失了方向 还遇到一只狡兽 我真是福无相知 就我不丹闲了 而组浩这边 亦都是一面凝重之息 正想开口 他整个眼皮就开始打尘了 因为周围的黄沙之中 接二连三是钻出了一只只黄沙狼 没多久 三十多头的黄沙狼 已经将它们团团围住 要怎么 现在才是真正麻烦 都怪我了 当时就应该果断逃走 齐续浩在这里自责 狼是群居动物来的 凡受妖兽境界的狼 亦都如此 遇到一只狼 说明你已经在狼群的包围之中 他们两个的反应 真是慢了 如果刚才遇到黄沙狼 立刻逃走 他们还有些少机会 但是现在 可以说是上天无路 落地无门 续浩 你不要这么说 既然走不掉 我们就带打一场 南玉蝶一边说话 一边就取出长剑 除了最先出现的那只黄沙狼是妖兽呢 连他的黄沙狼都只是凡受 所以这一场仗不是没得打 既然是这样 我明白了 来吧 黄沙狼 第一百二十四章 怒神再现 好 我们就大杀一场 几只狼而已 我就看是谁挡得住 齐竹号这边就大开一声 也是将凡气弯刀握在手中 这个时刻他周身是气势大振 战意升腾 南玉蝶说得没错 燕如今就只能够尽力去杀出一条血路了 玉蝶 那些凡寿黄沙狼就交给你 黄沙狼首领 我来应付 齐竹号和南玉蝶背靠着背 说实在的 凡寿境界的黄沙狼是威胁不到他们 只不过数量更多 因为黄沙狼并不擅长攻击 只不过他们会尊地 亦都比较难前 南玉蝶文言微微点头回应一句就说 好 竹号 你小心点 妖兽不准凡寿的 知道的了 齐竹号轻声认了一声 随即就无影步全力施展 飞竹就朝着那只黄沙狼王所在的方向 就冲了过去 这一次是他第一次跟妖兽战斗 他现在内心却是十分平淡 甚至可以说是略有兴奋 这一种是渴望和强者战斗的欲望 齐竹号所过之处是黄沙飞战 他一躲 周围的黄沙狼就发出一声一声 高昂悠长的笑声 随即黄沙狼群勇而上 朝着齐竹号和南玉蝶就发起猛烈的围攻 齐竹号一枉无前 随手一刀就将一只黄沙狼的脑袋斩下来 随后左手成拳 一技崩拳又将另一只黄沙狼直接扔飞 这些繁寿境界的黄沙狼实力就真的不够看了 玉蝶 那边就交给你了 这些业束数量太多 你自己都小心 说话间齐竹号就冲出了狼群的包围圈 双隔黄沙狼首领就只得素杖圆 你就是狼王 吃我一刀 他依然果断是一招破云刀法 是砍过去 这一刀他就没有加上心力和方境 目的就是试探一下这个狼王的实力 以齐竹号这边杀向狼王 那些繁寿境界的黄沙狼 全部冲向南玉蝶 南玉蝶就不敢怠慢 飘逸的幻影迷途是全力狮子 心力灵力是一起并发 是每出一剑就带走一只黄沙狼 齐竹号可以随手斩杀凡寿 南玉蝶也都如此 他的实力和齐竹号是相差无几的 另一边面对齐竹号的攻击 狼王的眼神不但没有丝毫的愤怒 相反还露出一丝弃弱的神情 只见他好随意一挥过前肘 灵力刀亡顿时就消散无形 而狼王的身体是毁言不动 齐竹号现在的眼神 真是露出了惊海之息 他虽然说没有施展心力和方敬 但是以他灵力的强悍 更加是施展出破云刀法 这样的攻击 居然连黄沙狼首领一条毫毛都没有斩到 甚至乎一招之下 狼王是连半步都没有退到 由此可见 这只狼王的实力有多强 肉身防御多强厉 果然是妖兽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在心中感慨一声 齐竹号再一次 带带帽手中弯刀 又是一道破云刀亡 直接飞向黄沙狼首领 今次他不单只动用心力 也施展出了方敬 得知了狼王的恐怖实力 继续到现在是不敢留守的了 两大底牌是同时施展 他就不信 今次这个狼王还可以淡然挡刀 火红色的刀亡 在夜空之中相当之耀眼 而且刀亡之上 还散发着恐怖的威势 两股完全不同的力量 相互交织 狼王的眼眸闪过一丝惊讶 只不过一瞬家 光眼神又恢复之前的镇定 好像之前一样 锤一挥前爪 一声 清脆的金铁交接星传出 狼王的首领不住后退 他那只前爪不停在战斗 甚至还流出血来 齐组号这刀 隐藏着两大底牌的实力 毫无意外就令他受伤了 凄理的豪叫声杀时间就震破天制 狼王这边满眼恐惧 而且有点愤怒感就钉实了齐组号 他真是慢慢没想到 一个纳凌境界的武者 竟然有实力令他受伤 狼王此刻也都明白了 是他大意 这个纳凌武者的一刀 远非之前的刀可比 感受到那股怪异 而且神奇的力量 他现在就应该要使出原力了 再一次仰天长少 狼王的身体化为一道狂风 是扑向了齐组号 速度之快 令齐组号都差点措手不及 这样的速度 任何纳凌武者都比不上 这只狼王虽然受了伤 只不过那个伤 几乎可以忽略 当然因为前爪受伤 速度多少都受了影响 只不过 那个速度之快 几乎就是斩眼间 狼王就已经来到了齐组号身前 并且 他那个带着鲜血的狸爪 已经朝着齐组号 狠狠爪来 整副爪上 是土黄色光芒流转 这一道 正是原力所在 威势十分之恐怖 齐组号指示 根本就没办法用步伐去躲闪 妖兽境界的黄沙狼首领 速度和距离比 真是不是一个挡刺 他现在只能全力 吹动心力和方劲 打出一道赤炎掌 以攻击的方式 去抵挡这可怕一爪 通红的手掌 和鲜血染红的狼爪 碰在一起 齐组号指示 鲜血染红的手掌骨头 似乎断了一样 没有了感觉 只得麻木 而这一爪之下 他的伤脚 已经深深陷入黄沙当中 反观的狼王 同样都不好受 他本来受伤的前爪 受了齐组号全力的一击 整个皮肤就消成昭黑 而这一次 方劲 终于遇到穿透了他的皮肤 进入他体内 本来面对齐组号 他还想打出致命一击 只不过 狼王就是狼王 即刻就感觉到不多妥了 体内那股神奇的力量 在那疯狂吞噬他的生机 震撼之余 连他都不得不飞身退开 狼王退开 齐组号趁机就一拍过地面 身体直接从黄沙之中 是弹射而出 一抹嘴角的血迹 他心中是一阵后怕 狼王的实力很强劲 一技比拼 他自己依然受了很重的伤 好彩就好彩 齐组号现在 还有心力灵力加持 加持本身的容身还算强大 若果是深陷黄沙之中 任由黄沙狼首领攻击的话 那就真是死硬了 动用元力的妖兽 太过可怕 到了这个时候 齐组号也都感觉出来了 这个狼王虽然说是一级妖兽 但是应该是刚刚晋升没多久 实力还不够稳固 紧紧握了一下手中的弯刀 齐组号就有些无奈了 如果此时他已经练了金刚护体 面对黄沙狼首领的一击 他都不会这么狼狈 只不过时间上就不允许他去修炼金刚护体技能 炮开了繁琐的心水 齐组号抬头就望向狼王 他的瞳孔再次一缩 什么 什么回事 只见到这只黄沙狼王 周身的土黄色是光芒闪爽 只不过三四个呼吸的时间 他就用自身的原力将体内方径逼出来 妖兽的实力再一次是令齐组号感受到无力 赤炎掌加上方径和心力 已经是齐组号目指最强的手段 这样的手段都用了 竟然只能够轻伤这只黄沙狼王 看来他跟这只狼王之间的实力差距 不是一般那么大 更加重要的是 齐组号的方径对黄沙狼王 好像都没有太大的威胁 不是说他方径不够强 而是受到他境界的限制 施展出来的威力也都受限制 面对灵力还可以 但是面对拥有原力的狼王 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当然方径只要入体 就可以吞噬他的生机 但是若果狼王用原力很短时间 就将体内的方径逼出来 这样的话 想要用方径去杀死这只狼 根本就不现实 而且他哪里来这么多方径 又有多少次机会 可以将方径打入他体内呢 想到这里 齐组号的面色就越发阴沉了 燕鱼金来看 他只能够动用奴妓 而这里是天幽被动 随意施展火神怒 就不怕被人看到了 也都没有人可以看到 齐组号都知道 他不可以再和这个狼王 是消耗下去了 原力狡兽实在太强 他消耗不起 必须马上用最短时间 断杀罗王 所以齐组号好果断 吹动了体内的原力 一瞬间 整个人就变成了一个灼火的火人 很久了 他终于再一次施展火神怒 体内储存已久的原力 终于都有机会释放出来 整片沙漠突然之间 就被火红色的光芒照亮 不单只是南玉蝶 是全部围攻南玉蝶的黄沙龙 都纷纷停下 目光震撼 很诧异地向着齐组号 就望过来了 紧接着 这些黄沙龙的眼神 就变成了惊恐 因为此时的齐组号 太可怕了 太神圣了 刚刚才将体内方径拘除干净 这个狼王正想冲过来 是撕碎齐组号 只不过 连他也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到呆了 因为现在的齐组号看起来 就好像一个火焰魔神 这个魔神 周身弥挽着恐怖的气息波动 令狼王也都倍感惶恐 漆黑的夜晚 红红火焰包焰的齐组号 就成为了焦点 此时他的境界 已经提升到纳零九层 更加重要的是 他的综合实力 全部都来到纳零九层 也就是说 齐组号施展怒技 不单只是境界 他全部综合实力 都会提升五六级那么多 包括力量速度防御等等等等 纳零九层的齐组号 比施展火神怒之前 是要强化十倍有多 怒技 就是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 此时的齐组号 感觉自己 仿佛可以摧毁一切 而且 他的境界越高 肉身就越强 施展火神怒得到的力量 也就越强 当然 实力越强 他施展火神怒 消耗的元力 也就越多 而且 齐组号都了解了 火神怒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 施展火神怒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毫无顾忌 动用地兵 是不用担心 遭到地兵的反誓 甚至乎 可以将地兵威力 发挥到百分之百 所以说 随着境界的提升 火神怒和火精官 诸多秘密 注定都会被他 日日拆开 和黄沙狼的心情不同 此时的南玉蝶 看着组号 眼神之中 是满是喜悦 和兴奋 这一幕再一次出现 就代表着 危机即将解除 南玉蝶永远都会记得 齐组号在太和镇上 施展特殊能力 救他的场景 也都忘记不到 齐组号用火焰 是烧死瘟壁石的场景 在他体内 齐组号一旦动用这种力量 就铁定可以杀了这只罗王 而此时此刻的齐组号 在他的心目中 是伟大 以神秘的存在 与神秘的存在 狼王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就已经被一张火焰鬼脸 是拳拳包围 火焰鬼脸 是直接撕开了狼王的皮肉防御 恐怖高温 是直接穿透黄沙狼王 入到体内 狼王的身体 稍时之间就变成一堆火球 一丝惨叫都没发生 就已经消成灰尽了 第125章 天丘禁地 动用火神炉攻击敌人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用原火去灼烧 当初还是稳密一层 齐组号已经可以用原火 将迎圆境界的温碧石 是活活烧死 如今他的原火 烧死一头一级妖兽 同样都很easy的 怒技的强大 令到齐组号是无比满意的 施展火神怒的他 真是有一种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的感觉 要知道 齐组号施展原火 灼烧黄沙狼王的时候 并没有加持心力和方敬 原火的威力 就算齐组号本人 也都情不自禁感慨 实在太强大了 齐组号不是自大 如果是生死之战 化缘高手和一级妖兽 根本就威胁不到他半分 而他的怒技 又不是邪魔武技 或者公法 施展之后 没有其他的任何后遗症 非常之自然 此刻 黄沙狼王的尸体 是化为飞灰 随着狂风远去 继续好收回了复杂的目光 转身就素士过班 目瞪口外的黄沙狼 怒渴一声就说 还不担 想死是吗 黄沙狼虽然不懂得说话 也都听不明白人话 但是他们都可以感受得到 齐组号语气之中的杀机 望着首领生死的地方 一个一个飞足钻入黄沙当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齐组号这边 化身火焰魔神 颈黑之间 就斩杀黄沙狼王 那凡寿境界的那些黄沙狼 对他来说 只得恐惧 此时不逃 更待何时呢 看到群狼散去 齐组号周身的火焰 也都消散 恢复之前无恙 这个火神怒虽然强 但是消耗元力 也都十分之可怕 当初只不过是尹默一层 齐组号怒心之中的元力 还可以维持一刻钟 燃如今 最多维持十几个呼吸 这一点呢 他都十分之无奈 哎 强还强而已 但是时间 是不是太短呢 要知道 刚才动用火神怒 消死黄沙狼首领 齐组号怒心之中 储存的元力 依然是消耗了三分一 如此巨大的消耗 真的令到齐组号 好心痛啊 他现在深知肚明 火神官内的元火意气 和阴阳意气 太有限了 如果他不尽快找到 元火之气 和阴阳意气 给火神官吸收 他以后呢 都没有足够的元力 以供消耗 那实力呢 就会大打折扣了 而且齐组号 是没有半点影响的 但是对此呢 南玉蝶 始终有些不敢相信 虽然说不是第一次 见到齐组号 施展特殊能力 但是如今再看到一次呢 他依旧是无法镇定 齐组号文星呢 就望向南玉蝶 列嘴一笑 哈 玉蝶 不用担心 我可以有什么事呢 好了 这个妖兽王都已经死了 凡受境界的那些 死的死途的途 我们暂时都安全的了 要真是想一下 怎么样离开这里了 齐组号说着话呢 画风又转了 唉 可惜了 元火之下 黄沙狼王的妖丹 也都化为飞灰 唉 真是损失不少啊 齐组号呢 都有一点无奈了 其实啊 他都几想收复一只黄沙狼 啊 用它来带领他们呢 走出沙漠的 但是他都知道 唉 这个好像都不是那么可能 收复凡兽或者妖兽呢 是需要一些契约卷族 没有这个卷族呢 就没办法收复兽雷 当然啦 母者虽然说 不可以和兽雷直接通话 却是可以呢 用灵色去交流 奈何啊 即便是齐组号 杀死的黄沙狼王 亦都不曾练出灵色 而他和凡兽黄沙狼呢 就更加没办法交流了 唉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已 齐组号才果断呢 放走了 剩下的黄沙狼 他和南若蝶想要走出这片诡异的沙漠 现在来看就只能靠自己了 反正呢 剩下那些繁寿境界的内单 都剩下不了几个钱的 一路走过来 其实呢 他们已经收获了很多好东西了 目光就越来越高了 一般繁寿的内单 嘿 懒得去执弃啦 而南若蝶的心情呢 现在就逐渐平复落来 齐组号说得没错 黄沙狼的威胁呢 虽然解除了 但是沙漠之中 还有其他危险的 当无知急 就要马上辨明方向 尽快离开 是呀 若蝶啊 这片沙漠那么诡异 按照道理 地图上应该有记载的 是不是我们忽略了什么呢 不如你再拿出地图来 我们再看一下 齐组号左思右想 在他看来 这片沙漠 比四大禁区的危险性 就相差不多 而地图上 有四大禁区的详细注解 按照道理 沙漠应该都有的 文言 南玉蝶二话不说 就取出地图 两个人就研究了很久 都没有在地图之上 得到想要的结果 这片沙漠之上 就指标昔着一个 黄色的三角形符号 咦 齐组号突然好像想到什么 连连就说 玉蝶啊 你把地图翻过来 看看背面有没有字 南玉蝶依然照做 玉蝶 果然 他们当真是疏忽 地图背面是有着密密麻麻的文字 仔细阅读 他们很快就看到了一段 黄鹤色的字 夜行沙漠 鬼避难当 天幽禁地 深入 黄鹤色的字 黄鹤色的字 而读这段文字 齐组号南玉蝶 一火心就彻底沉下来 这片沙漠 这片沙漠 名为夜行沙漠 是天幽被动的禁地 比四大禁区还要危险 就会达到恐怖的上千度 这样的话 就算是化缘无者 都会被沙漠中的高温 是活活烧死的 也就是说了 继续高南玉蝶 是必须在天明之前 尽快离开 否则都不用走 直接就烧成炭 而沙漠中的兽女 都是夜间行动 且十分善于尊地 到了白天了 他们全部都是躲在地下 白象深的地方 躲避高温 因此才得以存活 那夜行沙漠中 夜间兽女是特别多的 白天更加就是绝地 如此危险的地方 你说它是禁地 就毫无疑问了 两个人的神色 现在就变得极度恐慌 现在的他们 可以说已经是森林绝境了 一夜的时间 你画长不长 画短不短 而人伤视一眼 眼神之中 已经带满了焦虑之息了 突然之间 继续好眼皮一动 视线就死死盯着 黄鹤色文字的 最后几个字 南北西东 有始有终 南北西东 有始有终 反复念着几个字 过了片刻 齐续好就望着南玉蝶 玉蝶 你说南北西东 是不是就是指 沙漠中狂风的方向 而有始有终 又是什么意思 齐续好白诗不得其解 这八个字呢 你不要急着了 总会有爆发的 看着齐续好 如果是的话 那这两个字又暗示着什么呢 南玉蝶这句话 似乎就点醒了齐续好 他那个大脑就飞足转动 好快他就叹息一声 然后就狂笑着说 哈哈 玉蝶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为什么了 原来如此 续好 你是不是想到 离开沙漠的办法了 南玉蝶虽然吃惊 但是他是很相信齐续好 齐续好肯定就是想到了 离开沙漠的方法了 所以他激动的神情 才会无法掩饰 哈哈哈哈 齐续好大笑三声 慢慢说道 玉蝶 你好没有发现 沙漠中的狂风 是朝着四个方向吹 依次循环 但是每循环一次 就会停结十个呼吸左右 南玉蝶想了想 很肯定地说 嗯 没错啊 但是 那又代表什么呀 是不是对了 南玉蝶你想一下 我们刚入沙漠的时候 是不是朝着北方去 而那个时刻 狂风的方向 是不是朝着东边吹 哈 续好 我明白了 狂风的风向 最先是向东吹 最后 才是向西吹 而经过一个循环 狂风就会停一阵 下一次 他又会继续向东吹 反复循环 反复循环 也就是说 只要狂风停下 他下一次 又是继续向东吹 是不是 听了南玉蝶的话 继续好 微笑着就点点头了 玉蝶 你真是聪明的 你乱说什么 小心我打你了 找到了辨别方向的方法 继续好南玉蝶的紧张 和黄恐 瞬间就变成了激动和喜悦 两个人言语之间 就撒起了花枪 好了 我们都不要高兴得太早 还要看看 事实是不是好像我们推断的 南玉蝶点点头 神情瞬间就严肃起身 等狂风停下 我们再向着北方走 希望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 天一亮 我们就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现在 漆黑的夜空中 狂风呼啸 沙漠之中 是黄沙漫天 继续好南玉蝶 静静站立 衣衫就被风吹到 咧咧作响 当狂风走停的时候 两个人是同时睁开双眼 好了玉蝶 接着来 狂风会东吹 我们就朝着北方前进 继续好 狂风低声说了一句 果然很快 狂风再起 南玉蝶不禁感慨 继续好 原来我们早上已经迷失了方向 不妨应该是向着这个方向才对 继续好点点头 朝着南玉蝶所指的方向 就快速前进 如果他们所料不错 按照这个方法 就不会继续迷失了 走出沙漠 就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 这个时刻 继续好南玉蝶 还必须时时保持警惕 因为狂风每停一时 他们都要注足再一次变明方向 而且夜晚的沙漠当中 还有很多妖兽 会相当猖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会想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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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